2000年11月27号傍晚7点50分左右 家住在四川省南冲市顺庆区 玉良湾某商品房小区三楼的富谱 杭文琼 睡足了五脏 起来刚吃完晚饭 茶几帐的电话响了 在餐厅收拾网筷的二婶啊 只见她贴着电话听了一会儿说 管她的 我懒得管那么多 说完这句话 便拿着平时出门 常戴这个皮夹就出门了 在家里的二婶呢 赵老舅收拾妥当之后 便与杭文琼15岁的女儿 还有8岁的儿子 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HG 9点30分左右 杭文琼夫家的大哥 曾兴发急匆匆的敲开了门 二婶啊 不好了 文琼被人杀死了 一家人 惊风般的跑下二楼 转弯之处 旁文琼的丈夫曾兴超 正抱着毫无反应 浑身是血的妻子 没命的喊 你可要挺住啊 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 到了这个医院 医生说 早没气了 曾兴超看着一身是血的妻子 顿时晕倒在急救室之中 9点40分 顺庆官分局的刑事 侦查警车使进了月亮湾小区 行政大队长 政委张林也来到了西城刑警队的会议室 与侦查员们一起立即进行案情分析 当天晚上 盖局 刑侦队啊 在看验现场的时候 发现呢 距离地面 大概两米五高 这个楼道的路灯 被人摘下 丢弃到了一处 垃圾桶当中 现场呢 还遗留着 一只 约宽 四厘米的刀鞘 另外 经现场勘察德系 死者身中 五十七刀 均在正面的腰部 背部 腰以下 刀刃呢 有宽四厘米 还有宽 一点七厘米的两种 现场走访获知 七点五十分左右啊 死者接到一个神秘电话之后 便出门 遭遇了凶杀 八点钟左右 案发的时候 没有人听见呼救 搏斗的声音 但愿楼内 院子里 也未发现 有可疑的人员逗留 有人证明 七点十分左右 二楼 转弯处啊 路灯 是亮的 但是 七点三十分左右 发现 二楼的路灯熄灭了 死者 所住商品楼 除了他家所住的 三楼 以及五楼 有人居住之外 一楼 二楼 与其余的楼层呢 均没有人居住 且其余楼层呢 路灯那天晚上 全都是亮的 唯独二楼的路灯 被人给摘掉了 有群众反映说呀 案发前五天 见到有一个男子 骑着摩托车 在庞文雄家的楼下 临街处 观望他的窗口 等到有人 上前盘问的时候 那个人说 正准备帮助 一个工地 找油漆工 案发前一天中午 与庞文雄 家隔街 相望的火锅店门前 有三个小青年 蹲在 殿堂门前 不时的 看看楼上 好像说了一句 是这一家 显然 作案人 细经过长时间 多次踩点和准备 非常熟悉 现场环境 经过 事先预谋之后 通过 与死者关系 极为密切的人 打电话 将其 诱出门外 作案时 可推断为 两至三人 同时使用 两种凶器 采取 一前一后行凶 凶杀目标 极为明确 手段 极为才人 有不把死者 置于死地 不罢休的 明显的动机 尽管死者出门时 带有装有 大量现金的皮夹 在现场丢失 但是 从种种迹象 完全可以排除 劫财杀人 仇杀 仍然是 致死 唐文雄的 主要的原因 以上足以证明 死者 庞文雄 与其丈夫 曾兴超的社会关系 是复杂 据调查 曾兴超 自1998年 从内江市 来南充 投资房地产 近两年时间 就发展为 拥有一千三百万元资产的 建筑商 死者 庞文雄 也非等闲之辈 他丈夫说 他办不了的事 他就能办成 目前 我们的工作重心 是以中心现场为起点 以曾兴超 庞文雄 两个人的社会关系 排查为核心 必要时 采用高科技 刑侦手段 对重点嫌疑人 进行 24小时的监控 局长赵建峰 向西城刑警队 做了如是的指示 张林政委 随即 指挥 市局刑警 对重点嫌疑人员 进行严密的监视 此时 已经是当夜 凌晨三点钟了 当天晚上 死者的丈夫 曾兴超 因过度悲伤 又晕倒在 西城刑警队的 报案接待室 适合三天 丈夫在妻子 庞文雄的遗体 告别仪式上 又再一次 因为悲痛 诱发了高血压 与根病 被亲戚 送进了医院救治 在侦察员 向他了解 妻子的情况时 他说 我与妻子 关系很好 我能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全靠 我老婆 庞文雄的支持 目前 我在南充 发展很好 也多亏 有她相助 由于公司业绩好 外面 妒忌我的人多 我还特意 从老家 把我哥 曾兴发 接了过来 专门 为我当保镖 可是现在家里 却出了这个事 据调查呀 曾兴超 在公司上下 口碑极好 为人 耿直诚实 对待 脾气 刁破的妻子 也很宽容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与别的女人 有染的传言 在审查 曾兴超 疑点时 他曾经向侦察员 提供了其外侄 黄建林 敲诈过他 黄 有作案嫌疑 传唤 黄建林 黄建林说 曾兴超 为人太抠 他曾经 帮过曾的大忙 在他公司 最困难的时候 帮他撑起 那时候 曾兴超 答应过他 给他一个铺面 让他 另起炉灶 开一家装饰公司 现在 曾兴超 不仅 没有给他铺面 还将他 从公司里 给开除了 2000年12月25号 在某酒店的餐厅里 由死者 庞文琼 以及母亲 出面 给了黄建林 一万五千元 从此呢 黄建林呢 不再纠缠 曾兴超 又重操就业 干起了 饭朱的生意 经查呀 11月27号 这一天 黄建林呢 不具备 作案的时间 但是 黄建林 敲诈曾兴超的目的 不明确 含混不清 并且呢 曾兴超 面对黄建林的敲诈 他所做的反应 有备常规 他为什么 不报警呢 还悄悄的 打发自己的妻子 给钱了事 这里面 必有隐情啊 曾兴超 又向警方提出 其妻 庞文琼婚后 有乱搞两性关系的行为 特别是与一名叫做张小波的人 关系密切 经常在家 接听神秘电话 据调查 1983年21岁的曾兴超 与19岁的庞文琼 因为早年只赴为婚 在南充嘉陵 驱水镇结婚 婚后啊 小两口呢 经在贵州省的姑父姑妈的介绍 前往贵阳市打工 刚到贵阳市的曾兴超啊 由于聪明好学 很会来事 假使人也是长得一表人才 很快就由一名刷毒料的临时工 成为了建筑公司的固定的合同 经过在贵阳市近十年的衰打 曾兴超熟悉了搞建筑的门道 从昔日打工仔 一步步成为贵阳市建筑行业中的轻盈奇才 并改名为曾灵 1993年 曾灵摇身一变 兼配少校金玄 怀揣着副团职 现役军人证件 成了贵州省某部队下属的警员建筑公司的法人代表 在社交能力长相气质方面 都与丈夫差一大截 庞文琼守着这样一位既风流倜傥又能赚钱的丈夫 早就百分之百的对他不放心了 庞文琼啊 经常怀疑丈夫与别的女人有染 并且与其多次发生争吵 甚至发展到不准丈夫 与社会上任何一位女性接触的地步 曾兴超由于忙于业务 加上婚姻的不适 却越来越少顾及家小 社会上关于曾兴超另有新欢的传言 也为庞文琼给知晓了 夫妻俩的感情裂痕越拉越大 1995年1月 曾兴超与庞文琼离婚 并且支付了庞五万元现金 离婚之后 庞文琼带着儿女们过日子 此时一起到贵阳市打工的 屈水老乡张晓波 走进了庞文琼的生活 与庞文琼委婚在一起了 为了抱丈夫抛弃自己的一见之仇 1995年3月 庞文琼将自己知道 有关丈夫在承包活动中的诈骗行为 举报给了贵阳市公安机关 结果啊 曾兴超因为涉嫌诈骗 被公安机关收审挂押 期间 庞文琼呢 看在与曾兴超夫妻一场的这个情分上 多次呢 前往监狱啊 探望安慰 送一送饭 而那个令他抛家弃子的情人 则趁机投入到另一个老板的怀抱之中 不久呢 曾兴超因涉案证据不足 被取保候审 经历一次患难之后的曾兴超 也真正的体会到了结发夫妻的可贵 1995年年底 他与庞文琼回到老家 曲水镇 大摆 沿袭复婚 1996年初啊 庞文琼的昔日的情人张小波 借助这个与有之不正当关系为由 多次向他索要钱财 庞文琼不胜其扰 便在家乡驱水镇 姑娘打手 就把这张小波给揍了一顿 张小波在遭受殴打与凌辱之后 甩下了一句话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血债要用血来还 然后啊 便离开了四川 远走新疆 专组经反复查证 张呢 虽然具备钻洞机 但是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张小波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就在山崇水赋之际 在审查黄建林的过程中 又冒出了一个内疆市建筑商人 派人向死者一家讨债的事 原来呢 1996年 曾兴超用曾灵的名字 以现役军官的身份 任贵阳市警员建筑公司的法人代表 期间呢 他与内疆市某建筑公司李某某签订了一份工程的转包合同 1996年6月呀 曾灵 也就是曾兴超 因涉嫌诈骗李某某15万元的质保金 被内疆市公安机关收审关押 1998年9月 又因涉案证据不足被取保 其后呢 又改名为曾兴超 来到南充搞房地产开发 由于黄建林急需钱财 他以为手里捏有曾兴超在内疆市坐牢的事 可以此为要挟 向曾兴超索要房屋扑面一间 用于自己做生意 那直到此时 一在南充站稳脚跟的曾兴超 不但不给扑面房 还将黄建林开除了公司 黄建林呢 随即跑到内疆市 将曾兴超在南充的发展情况 通报给曾的债权人 内疆市某建筑公司的老板李某某 李某某得知曾灵 到了南充 已经改名曾兴超 并且业务发展不错 当即派手下侯某某等人 到南充暗中核实曾兴超 是否系曾灵 以便向内疆市公安机关报案 追回所骗的工程馆 侯某某一会儿啊 先后两次到南充暗访 证实了曾兴超 就是内疆市的曾灵 李某某随即向内疆市公安机关就报了案 10月25号啊 黄建林从内疆市回到了南充 向庞文琼 曾兴超 谎称 内疆市那边已经派杀手 过来找你们要钱了 兴超舅舅还是出去躲一躲吧 舅娘啊 你给我四万块钱 我去摆平 曾兴超随即逃到了成都避风 庞文琼及其母亲 与黄建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给黄建林支付了1.5万元钱 黄建林拿着这笔钱 解内疆 只是敲诈得来的钱又重操了这个贩猪的业务 为了核查黄建林的供述是否是真实的 专案组呢 又前往内疆市进行全面的调查 经查 内疆市的李某某确实与曾经超有债务的关系 但是李某某所谓派杀手前往南冲谋杀庞文琼的依据不充分 且所谓的杀手侯某某等也不具备钻石坚 所以排除了内疆市的李某某派杀手杀死庞文琼的推断 内疆市之行啊 虽然否定了庞文琼死于内疆市来人讨债的说法 但是查清了曾经超犯有诈骗前科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啊 有侦察员反馈情报说 曾经超过人打探警方在内疆市的情况 又诉说 琪琪近期呢 与一个姓王的男子有不正当的关系 经常夜晚睡觉的时候 接听对方打来的电话 却很少对答 其实啊 在曾经超不断向警方打出妻子是自己的好帮手 黄建林敲诈 张晓波扬言恐吓 生意好 超嫉妒 妻子经常接听神秘电话等武章另排的同时 刑警呢 早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了 因为他向侦察员抛出的种种假象 均被侦察员一一调查排除 而他本人的嫌疑呢 却越来越多了 假设呀 就是曾经超指使人 将其妻子杀害 那么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正当专案组 在寻找新的案件突破口的时候 该案的主贞人员 任云 简评汇报说 有人反映案发前不久啊 曾经超在保险公司分别以各自一百万元的保底 为夫妻两个人办了人身平安保险 妻子死后 他不仅呢 可以独占家产 还可以领到一份一百万元的人身保险 哎 难道是胡财 小斌 杨永刚带领一队人马 又摸到了线索 死者庞文琼 在老家的口碑极为不好 生活作风极为随便 婆媳关系处得非常的糟糕 甚至有乡亲说呀 他丢尽了娘家人的脸 杀了他 是为民除害 是仇杀 任云简评推断 在一开始询问曾经超的时候 曾经超隐瞒了贵阳氏 内疆氏的事 而且呢 掩盖了其夫妻的关系 已经恶化了真相 凭他的条件 庞文琼确实难与其匹配 他们两个离过婚 又很快复婚 是不是套什么把柄 被庞文琼给捏着呢 是灭口 以上三种动机 有可能都独立的成立 也可能牵而有之 先从外围入手 弄清曾经超最关键的社会关系人 他至今仍抱有侥幸心理 怀疑警方没有掌握他的证据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 那么从他的外围应该有所突破 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李福建的分析更加坚定了刑警 破获此案的决心 12月6号 专案组成员吴伟 萧斌召集侦察员 开会分析 勾勒出了事件的基本脉络 曾经超 与一个关系非常铁的人知道 此事 此人又将此事 包给了完全与此事 无怨无仇的一伙 这伙人必须是只要钱 而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那么谁是与曾经超最铁的人呢 根据调查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姐夫彭东荣 此人曾在内疆市与曾经超一块坐过牢 现在呢 在曾的公司下属预制厂当厂长 第二个呢 是曾经超的哥哥曾经发 此人文化不高 还好老实 是曾专程从老家请来为其当保镖的 曾经超 无论是洽谈生意 处理业务 或者呢 是会朋友 搞应酬 他的哥哥曾经发 总是形影不离 12月7号 侦察员获知 最近两天 家住嘉陵区某诊所的彭云超 以彭东荣神秘来往 局长赵贤峰立即调整现场指挥的侦破思路 决定从夜到瓜 先摸被固的人 再查 雇凶的人 市局副局长李福建 专程前往西城刑警队 做出了两个重大部署 一是密捕彭云超 顺藤摸瓜 抓获同二人 二是秘密控制曾经超 彭东荣与曾的关系人 一个小时之后 有五位带队的抓捕组 将彭云超秘密的带到了西城刑警队 经审了 彭云超是一个开诊所的个体户 他有一位名叫彭云月的哥哥 近年来在他的诊所给他打工 一个多月前 远方亲戚彭东荣来诊所 找过彭云月 最近几天 他们两个确实往来比较频繁 原因不详 立即查询 彭云月的行踪 务必做到 在任何人都不知晓的情况下 将其秘密带回 紧接着 王源副副局长 给西城区的刑警 下了第二道命令 晚上十点三十分 由顺庆分局刑警队副大队长邓冰 带队的抓捕组 出击重庆 广安等地 结果军委发现 彭云月的行踪 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左右 分局刑警队副大队长 雍剑带队出征驱水 高平等地 抓获了 与彭云月 关系密切的 彭晓东 凌晨三点左右 彭晓东 被带进了西城 刑警队的审讯室 此人 系嘉陵区 某乡财政所的招聘干部 据他交代 他本人 急需钱用 在十月份 曾遇向其好友 彭云月 借钱三万元 彭云月一听 便介绍他 做了一笔业务 获得抽金两万元 至于是什么业务 彭晓东 一直逼而不谈 彭云月 与你一起杀了一个人 吴伟盯着彭晓东的眼睛 突然问道 隔壁市局刑警 守着的测谎仪器 显示屏上 彭晓东的心跳次数 突然有每分钟八十次 陡然增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次 经过一番政策攻心 彭晓东交代了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被人以两万元雇佣 伙同 清勇 彭云月 杀人的经过 清勇现在何处呢 杨永刚 带领侦察员 查获了清勇的传呼机 又据此 查到清勇 有一个朋友 在西门市场 朋友提供三天前 清勇传呼过他 但是仅给他留下了一个 奇怪的密码 便有音信 杨永刚 透过该密码 查证了清勇骑的摩托车 牌账号的莫位数 正是这个密码 他想 清勇留下这种特殊的密码 一再告诉朋友 他已经骑摩托车外出了 第二天凌晨七点多钟 杨永刚等刑警兵分三路 严密的布控 清勇的行踪 下午五点十分左右 杨永刚一行 冒雨追至五胜列面阵 抓获了正在骑着摩托车 外逃的清勇 立即传唤 彭东荣 曾兴超 李福建副局长 下达了收网命令 12月9号上午 曾兴超彭东荣 被分别带到了 顺庆官分局 刑警大队的审讯室 经过四天四夜的 唇枪舌战 终于在12月20号 凌晨20左右 幕后真凶不得不说出了一幕 难以向外人启齿的家庭丑剧一样 曾兴超早年 与死者庞文穷 只赴为婚 后来呢 他逐渐从一名大公仔 变成了商界知名的企业家 而其妻 庞文穷 因为文化修养不高 心胸狭隘 处世凋破 经常对他无端猜疑 后来呢 他因自己有外遇 而被妻子报复 告发了奇灾 发包工程的诈骗行为 遭受到了铁窗之苦 他是最终 还是结发之妻 救了他 自那以后 曾兴超痛改前非 不敢在外面 拈花惹草了 一心呢 就忙着赚钱 也就是从那以后 庞文穷 一直以自己 是丈夫的救命恩人自居 在家中 处置待人 比钱更加刁钻 蛮魄 经常数落 责难 曾兴超 甚至啊 连曾兴超的母亲 都任意打骂 夫妻感情 婆媳关系 如此恶化 曾兴超呢 却因曾有短处 被庞文穷捏着 只好忍气吞声啊 而庞文穷呢 正如 屈水老家乡亲 反应那样 是一个 不守父母的 不善待家的泼妇 生活作风 极其随便 1995年 曾兴超 因涉嫌诈骗 被贵阳市公安机关 收审期间 庞文穷 不甘寂寞 在与张小波 有不正当关系的 同时 又因反咬 其姐夫 彭东荣 与己 又不正当关系 在贵阳市 闹得沸沸腾腾腾的 不过呢 在曾兴超 彭东荣 因在承包工程中 涉嫌诈骗 被内疆市公安机关 收审 关押期间 庞文穷 四处托人帮忙 后因证据不足 曾彭二人 被取保候审 正是因为 有前两次的大安大德 回了南充之后 庞文穷 在对待曾兴超 以及处理公司业务上 更加蛮横 霸气了 曾兴超的财权呢 全被庞文穷所掌握了 公司大小开支 曾兴超 都要找庞文穷商量 曾兴超 在外 与任何一个女人搭枪 都要遭到 庞的盘问和钉梢 曾的亲戚 在公司干活啊 大多呢 都要受到 庞文穷的刁难和苛扣 正如曾兴超所说 庞文穷 把他当作了 赚钱的机器 根本 没有把他当成 丈夫来爱 相貌堂堂的总经理 在家 受这种气 却是难以 向人启齿 而彭东荣 也因 曾被 庞文穷乱咬 差点造成 他与 曾兴超失和 而对庞呢 一直 怀恨在心 瞎之看到 庞文穷 对待自己岳母 这般冷酷无情 多次 与庞文穷 发生口角 其怨很深 2000年10月份 内疆市的 李某某方面 派人到南充 打探 曾兴超 彭东荣 情况的时候 彭东荣啊 趁机向曾 提议说 你老婆 太糟糕了 有他 以前的事 早晚要翻船 有他 这个家 就不安宁 干脆找人 把他给做了 曾兴超一听 默默的点了点头 10月28号 彭东荣回老家 物色杀手 其次 彭云月 向他提供消息说 有个叫 彭小东的娃 最近需要钱 他可以找来 做这笔业务 原来呀 彭小东身为 乡财政所工作人员 私自挪用了 公款三万元 接到年终要查账 就找好友 彭云月来进 彭云月呀 便向他 介绍了这个业务 哎 又招来了 跑摩迪的清勇 共同参与 至于杀谁 在什么地方杀 彭云月呢 只能通过电话 与彭东荣联系 彭东荣允诺 事成之后 每个人 两万元现金 10月29号 彭东荣买了两部手机 交给了彭云月 从10月30号起 彭东荣便通过手机 指挥彭云月三个人 到月亮湾 新月小区 观察 彭文琼家的地形 确认 彭文琼的体貌 熟悉掌握 彭文琼 出入行踪的规律 而后三个人 多次跟踪 彭的行踪 却一直 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11月20号 彭云月 向彭东荣报告说 跟踪时间太长 再不下手 恐怕要暴露了 11月25号 杀手们 打算将地点 选择在他的家里 曾兴超 听报后不从 三杀手 遂与彭东荣联系 将地点 选择在 他家楼下的 楼道的转弯处 因经过 近20多天的彩点跟踪 此处下手 最容易 且不易 被人发现 11月27号 彭东荣 问曾兴超 今天下午 彭文琼 要干些啥 曾兴超说 他一般 下午四点钟 去学校 接小孩 晚上多半时间 是我上哪 他跟到哪 生怕 我跟别的女人接触 下午四点四十分 曾兴超 故意给妻子打电话说 今天晚上 我在宾馆谈生意 可能 回家晚一点 你把玩 接回家 要教育他 好好读书 不要逃学 这个 曾兴超 是意在大探 妻子的兴踪 引他出门 彭东荣 用电话 指挥 彭云月 清勇 彭小冬三个杀手 今晚七点多钟 到新月街 把那个女人 给干掉 晚上六点三十分左右 三个杀手 便悄悄的 来到了月亮湾 彭文琼 住房的附近 七点三十分 清勇 彭小冬 趁人不备 架起人梯 取掉了二楼路灯 七点五十分左右 彭文琼 接到丈夫 曾兴超的电话 要他考虑 能否低价 买一个铺面 给他生意上朋友 彭文琼 听了便答 管他呢 我懒得管那么多 说完就拿起皮夹 出门去盯梢 丈夫 是否真的 在宾馆 去谈生意 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丈夫用电话 寄他出了门 带他下楼 到了二楼的转弯处 二楼的灯不亮 突然彭小冬 清勇 彭云岳 一跃而上 将其捅栽在楼道之上 事后 彭小冬 清勇 迅速下楼 上了彭云岳 在街边租好的出租车 连夜乘车 赶往 迎山护车站旁边的 旅馆落脚 第二天早晨 由彭云岳上街 买了两套衣服 让彭小冬 清勇 换下作案之后 带有少量血迹的衣裤 其后 三个人又搭乘火车 返回了南冲 三个人到达南冲之后 彭云岳刚出火车站 就给彭东荣打电话要钱 一半半个小时 彭东荣带着三万元现金 和一个存有三万元的活期存值 到火车站 交给彭云岳 并说 钱给清了 以后 别再来找我 说完便走了 三个杀手 于28号下午 拿着存值到银行 取走三万元现金后 自行分赃 至此 该案幕后真凶 曾兴超 彭东荣 已被刑事拘留抓获 杀手 除了彭云岳 潜逃之外 彭小冬 清勇 已被生擒 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和良心的自浅 好 您好 小冬荣 一碗 快点